一張不夠再拿一張 早上9點半發放時間一到 民眾來領取台北市長蔣萬安的春聯 有設計感 今年它的造型那個兔那個地方 蠻特別的 然後不是像一般傳統 我是員工 我剛好下來等等那個快遞 我想說大家都在排隊 很可愛啊 難道是宣傳不夠嗎 發放時間來拿春聯的民眾不多 北市府這一次印20萬份春聯 放在市政大樓12區行政中心 樂禮辦公室等公民眾所取 支持者市府員工都說好看 但賀詞上寫吐來萬安 卻被批評把蔣萬安的名字寫進去 熟悉的國民黨馬屁文化又回來了 以前蔣介石也是到處啊 他的提詞提字嘛 勿忘在舉啊 騎著馬的雕像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這麼做 是從政蔣家威風嘛 他只差還沒有杜上銅像而已啦 大宣北市府的春聯 猶如把大家的時光倒回四五十年前 自稱蔣師的議員王世堅 建議蔣萬安乾脆這樣做 可以考慮啦齁在市政府一樓大廳可以立一尊蔣萬安的銅像 可以直追他的曾祖父還有他的祖父 突來萬安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萬事平安 至於各界的想法我們都會來做討論 原本想藉著春聯給外界截然不同的年節感受 蔣萬可能沒想到賀詞上的名字 反讓自己的首發春聯籠罩黨國復辟的陰霾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